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就透过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一心里就在于中海材质旁边 在埔里的西北方 下果到6号大概10分钟 一心里有很多的产业 包含甲白水 吃瓜 然后百香果 然后咖啡 百分之80以上都是客家装 是一个很纯朴的客家装 我们来到我们 提理寄行里的一个 银石立取生态浪产 那我们等一下要带大家下田去做 那个茶秧的一个体验 非常好玩 可是它泥土上还是非常的明明 所以等一下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脚 脚怕它粘稠 所以你可能左脚动 动就动就动就动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安全 等一下我就请我爸爸带着大家下田去体验一下 这个叫做脚白水苗 脚白水苗它怎么来呢 我们从培下去 四个月它就长一顺就来了 开始把它收割 过完了两个月完成 第一期完成 一年有两季 第一期是四个月 四个月 第二期是三个月就没有办法开始结出来 要这个苗 第二季我们就不要割了 就流这个 对 流这个 你看看前去的时候 这个栽苗就没有办法来 这个就是一年大概一月前 大概十一月把水饭用人工把它挖起来 这个叫菇黑碎菌 所以它这个很重要 對 經過這個黑點蝶 讓它的根莖很膨大結成損 它會長 會長到多高 大概180公分 像我們的個子這樣高 這樣比較高 假使如果沒有長到我們那麼高 它結損就覺得不好 覺得不漂亮 如果你過了哪幾 沒有到它的標準結損 就好像我們人 人的營養不良 還是遇到氣候不好 它也會矮化 那我們就在這裡體驗就好了 你看 怎麼拍都不好做 可以 可以 好 這樣可以 這樣講的就是這個苗 這個栽拿起來 好 你拿 就拿 然後離開一點點 不好把 有水的地方好走 還是有水的地方好走 挖著倒下 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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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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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跳一下妞妞舞 好 這樣 好 好 來 好 來 第一顆放下去 這樣 你可以放第二顆 你可以放第二顆 你放第二顆 像我這樣放 這樣放下去 稍微壓下去 不要黏字 可以放兩顆 兩顆 對 兩顆 兩顆 不要太高興 感覺不要太好 對 對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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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好 好 再 好 好標準 對 對 對 離開一點 這樣子 對 兩顆就好 兩顆就好 其實農民很怕 遊客下去 他覺得遊客只要下去 他一根的榫苗 就是一隻腳白榫 如果把它壓壞了 那整株就 他的薪水就沒有了 就在五年前我就問他說 我們來帶體驗 帶客人下錢去割筍好不好 我第一次騙他的一句話 就說 只要有人減福瘦羅 又有錢給你 你覺得好不好 你都笑我 後來我就開放我的同學 先過來體驗 然後就帶著他們下去 我們就告訴他 邊割筍可以邊吃 那客人就問你說 林小姐 林爸爸有沒有傻藥 他也笑笑著不敢講 後來我就跟我爸講說 人家一直在提醒我們 那我們是不是來轉型 後來也是經過兩三月的溝通 然後加上就是說 接受了那些 有機的一些知識 還有的人 一直在跟我們鼓勵 那我們想說 那就轉型 好 慢慢走喔 慢慢走喔 還沒還沒 還沒 還沒去去 你有帶衣服來嗎 帶衣服來 沒有喔 那我沒有 來 真的拉不起來喔 真的拉不起來喔 跟你們似的很像 腳尖 腳尖 好 好 對 對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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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剛剛帶大家去種植甲白筍 那因為我們有在推魚交共生 所以我在我後面就有一個生態池 也提供了台灣白魚一個生態池的一個家 那也由農民自發性的提供土地 讓台灣白魚有個家 那我現在就帶大家來去看生態池 那我們生態池旁邊都是種植台灣原生種的植物 像我們台灣的這個水柳 還有大岸水縮衣 還有就是像野漿花也是台灣原生種的 這裡的台灣白魚其實它很特別 它喜歡一個非常乾淨的水源 最好是一個湧泉口的水源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水源非常的乾淨 那我們現在設計的就是一個新池 因為這裡是一新社區 所以我們用一新社區的新 作為一個出發點 所以這個外面這一池叫新池 裡面那一池叫愛池 叫心愛 就是一新社區重新出發 然後讓台灣白魚有個家 那我現在就把台灣白魚給大家看一下 看它的真面目 台灣白魚大概三月到五月 是它的一個繁殖期 一直到十月 可是三月到五月是最大的時間點 乘以大概十公分左右 所以它很喜歡乾淨的水源 那現在目前是一個平凝絕種的野生動物 其實60年代的時候非常的多 所以也都拿來吃啊 它的肉質非常好啊 後來因為平凝絕種之後 大家就要保護它 它不見的原因是因為 使用的農藥跟化肥 還有就是水泥化的一個工程 好讓河流裡面的魚不見了 那還有加上就是說 最近水資源越來越弱 尤其是我們甲白筍需要大量的水源 所以大家都是上游開始結水 下游就沒有水 所以都結到自己的甲白筍前 進水出水 那出水有可能用了農藥中化肥 它出來的魚類也會不見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它才會面臨平凝絕種的野生動物 一星社區在前兩三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做了生態調查 發現這個動物在這邊 可以生存的原因 原來也是水質 整個社區的生態意識也非常抬頭 目前的話都是用觀察監測 棲地營造這樣子 在做一個複育的狀況 其實如果說要改善它的一個水源的話 不污染 那就是要跟我們農民溝通 朝自然農法友善農法這樣子的跟蹤 或者是綠色保育田區這樣子的一個認證 所以我們就有引進了就是 林務局的一個綠色保育標章 它是一個就是人跟生態跟環境 一個做一個連結 我們是跟有機的做法是完全一樣 只是它使用的一些制裁 有機可以使用 綠保不能使用 我們反而更嚴謹 綠色保育標章它其實講的就是 鳥類 人類 哺乳類動物 可以跟我們的農產品息息相關的相處 綠保標章有一個就是使命 它必須去富裕一個生態 或者是動物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那像一新社區來講 它就是富裕二級的保育魚類 排灣白雲 那我們現在也帶著我們社區的 就是農民 我們去做小農試劑 讓它能夠多數的曝光 也讓消費者就是說 可以買到安心 然後又可以協助我們 在富裕的一個同時 就有一些貢獻這樣子 我們在這邊 原區有開放親子的體驗 那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剝好幫角白水切塊 我們要怎麼選擇好吃 所以我那個 原區的就好了 那稍微看 稍微擋一下 對 對 對 如果要先白 就是漂亮 如果你要不要這樣擋 你就要看 不要太擋 不要太破 像這個 比較細小 這個叫六分熟 六分擋 這個時候八分擋 這樣就像擋那個不好嗎 比較老 也是好 就是這個會有重 但是這個比較老 這個比較重 這個比較重 所以這樣比較好嗎 我們農民要掛這樣比較有重 我們吃 有重量才有收 吃要吃像這樣 那時候像十五六分 那時候像二十四分 那時候像二十四分 二十四分 那時候二十三十分 這樣很好 這樣很好 好 沒有 你知道我現在 我靠你 你是哪一隻選擇 最好吃的 那你認識這個 的 是嗎 這就是 這個 這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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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的 那我們 就是在選擇做 腳白選泡菜的時候 我們大概是五十塊的 那個銅板的大小 就像剛剛 剛剛林爸爸在講說 大概16歲左右的腳白筍 做起來是最好吃的 切的時候就用滾刀的方式切 然後切的話大概3公分左右 我們就是嘴巴可以放得進去 我們測試過 這樣子做腳白筍 吃起來的口感是最好的 好 這樣的方式就稍微轉一下 好 你們切一切就把它放進來 是從頭還是從頭 都可以 如果像這個 這個因為是結 其實我們是會先切掉的 對 沒問題 這個不用 這個就不用了吧 對 這個就不用了 對 對 好 OK 那這樣子我們切塊好之後 接下來因為腳白筍有90%以上 當然是水分 所以說我們會用鹽巴 就是要讓它的水分逼出來 然後做撒清 我們就是大概一卡卡左右 接下來我們就是用手 你就按壓 按壓 幫它按摩 然後讓整個腳白筍充分補合 等一下它會有水分會逼出來 等一下我們再用乾淨的 把柴水把它洗掉 現在要把那個就是鹽水把它洗掉 好 不然的話到時候會太鹹了 好 那你就是一樣 這樣稍微抓一抓 好吃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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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就上醬汁 看 我愛你 來抓三到五分鐘 OK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百香果園 今天我要帶大家來參觀一下我的百香果 跟大家介紹一下 百香果它其實是一年世紀的水果 可是在我們埔里這邊 它只有送到過年前後而已 你看它的結果 它已經變少了 然後它的品質也會開始下降 那為了確保就是我們的品質呢 我們大概過年前後 我們就會收掉 把百香果重新砍掉之後 再重新種過 讓百香果再重新去生長 它的成長過程大概有半年 然後大概要到明年最快五六月的時候 才會有新的百香果可以收成 其實百香果是看花期的 那如果早期的花 大概種早一點的話 大概會有三期的花 那如果有些人為了要搶收第三期的話 那它可能就會在過年後 還會再留久一點 那相對的 它種植第二年的速度就比較慢 它就會比較慢出 所以其實不一定 但如果早一點的話 大概都有三次的花期 你這邊全部多大 我們這邊種植面積 大概有一家四一家五 這邊 因為我算是屬於面積比較大的管理方式 所以我還是一定要透過那個 噴茶農 可是我很久沒有洗 阿姨你有看到嗎 這個就是我們從樹上掉下來的百香果 我們採收的方式就是 慢慢把它推過來 因為它的表皮 其實也蠻脆弱的 所以你如果推比較大力的話 它也會受傷 從旁邊這樣子有沒有 撈起來 這樣有方式 撈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的百香果 掉下來時間的關係 所以它有的顏色會比較深 它有的顏色會比較淺 哪一種會比較甜是不是 如果我們判別的方式就是 我們說的蒂頭 你看這個顏色比較淺 那它的蒂頭是比較新鮮一點 所以哪個比較甜啊 同樣都是百香果來講 這一顆會比較甜一點 因為它比較久 對 白香果要放越久越香越甜 但是呢 我們在出百香果的時候 其實是要這種 顏色越深 但又不要皺掉 百香果久了之後 它會開始脫水 然後它會越來越皺 那當然越來越皺的話 它當然會越來越好吃 也會越來越香 可是呢 自然上如果去這樣子 光鮮亮麗的時候 那個價格才是最好的 但是在吃的時候呢 待你馬上去吃的時候 你把它放 放久一點 甚至像你看 這個蒂頭 再乾一點 然後它開始皺 那個時候 才是最好吃的時候 那你往前 小心 小心 因為太高的人 容易去勾到網 第一次可能 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沒關係 再一次 對 有個疑問 他說這個百香果 這樣的品種 是從台灣還是怎麼樣 因為跟他們的不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早期的百香果呢 其實不是長這樣子 它是 可能從南美洲那邊傳過來 經過我們台灣的改良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改良的品種 它叫台農二號 其實這幾年有研發很多品種 它的其實就只有甜度 但是它沒有傳統的百香果那麼香 百香果我大家印象是不是都很酸 幾乎是沒有吃過甜的 在台灣啊 在台灣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 拔西是不是也這樣 拔西田 因為早期種植的方式就是這樣子 它掉到地上之後 百香果裡面 它會發酵 它會開始變酸 但後來我們發現 樹上的百香果沒有掉下來 它卡在樹葉上面 欸 奇怪它轉得那麼甜 然後經過 我們不斷的 嘗試之後 才發現原來它 真的不要撞擊到 它才會保留那種甜度 所以我們後來 它就發明了這種網子 它把它釣起來之後 欸 讓百香果不要直接撞擊到地面 然後直接滾到 這個我們說的網子 我們叫它睡吊床 讓它安靜的睡在上面 不要讓它去撞到 去呵護它 它就不會變得那麼酸 所以現在百香果 你只要吃看看 只要是釣網子的 它真的就是有朋友 百香果的香味跟甜度在裡面 現在我們目前推的油塵 大概就是夾白犬跟百香果的一個結合 像冬天的話我們就在體驗種植的一個部分 那夏天的話大概四月開始 我們就開始割甲白犬 然後可以做百香果或甲白犬的相關的一些活動產品 譬如說百香果的那個冰淇淋 或者是這邊的甲白犬泡菜 這樣子也可以到我們百香果園去採收 怎麼樣種植的一個部分 然後由我們年輕人來做解說 歡迎回到南部開講 接下來帶各位一起到南投縣的國姓鄉 這裡因為氣候宜人水質清澈 因此孕育了台灣水陸 特別是南港社區 他們百餘年來都跟台灣水陸一起生活 社區裡的路口比人口還多 這也使得社區成為台灣水陸養殖區的原鄉 接下來我們就透過鏡頭 一起帶您近距離認識台灣水陸 歡迎到國姓鄉南港社區體驗農村生活 養生慢活 現在就跟我們一起去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就是我們國姓鄉南港社的水陸公園 我們現在看那個永安橋 現在只剩下一個那個橋墩 這個橋墩就是以前蔣顧總統 金國先生 他以前就是曾經來過這個家族 以前要走這個吊橋大概有50米左右 是非常搖晃的 我們這個地方的人 農夫大部分都會挑著淡 走那個吊橋 所以說這個吊橋 目前大概有將近60年左右 所以以前這個農產品 出入都是走這個吊橋 這一帶這個河流以前都是水陸 所以說我們這邊又稱為水陸的故鄉 所以我們有一個水陸圓鄉公園 在這邊 南港社區主要位於國姓鄉 九分二三的三角下 全村大概有兩千多 一方面我們這邊養殖的水陸 全國將近兩萬左右 我們佔了大概百分之三十 大概在三千八百左右 所以說我們這邊養路 已經超過一百年以上 我們這邊的入口比人口還好多 我們現在就是要進入這個 我們這個林柱 這個林柱就是我們國姓鄉的 一個林姓的旺族 它從1910年 然後從新竹的北埔 然後遷徙到這邊 它是我們台灣養殖 這個水陸的一個先竹 所以說帶動我們台灣養殖 這個也是水陸的一個家族 這個橋因為我們的蔣總統 因為他不敢走那個吊橋 所以這個橋是特別為我們蔣總統 所設的一個水泥橋 起名為鹿岩橋 代表說我們這邊以前 這個河流還有這個滿山 都是台灣的水陸 以前我們在傍晚或是早上的時候 水陸都會到這邊來玩水 還有來這邊喝水這樣子 所以我們岩子這個平台 這個都是他們林氏中青的一個產業 據他們老一輩的講 客家人是非常重視風水的 所以說當初他們來選這個地方的時候 是特別帶著一個看醫師 來這邊選職 然後選選種這個地方 所以當初他們兩個夫婦 帶著六個兒子 還有一些福仲 六大坊到這邊來的時候 到現在大概一百多年 他們的人口已經繁衍到三百多人 海內外 這個所有平台看得到的這個 還有後面那個山 大概一半就是他們林氏中心的產業 這個家族就是還是主義客家傳統的建築 目前我們南投縣列為文化這個年期 保持很完整的一個客家的一個 山河宴的一個紀錄 這個就是它的大房主廳 客家的建築有一個特色 就是爪跟川 爪就是我們那個木匠那個爪子 把這個建範著洞然後就是穿 所以沒有用釘 沒有釘 沒有釘 然後我們的牆壁就是 這裡面是用竹片編織 編織起來然後就是 另外就是用稻草 然後混在一起 發酵以後把它抹上第一層 第二層就是利用我們農村那個稻殼 把泥土然後用塞著塞細拌在一起 然後再抹上第二層 第三層的話再用石灰 然後拌那個粗 第三層才抹上這個白層 它有特別的功夫 冬暖夏的 對 對 所以說我們客家這個風吹來以後 它會吹到房子裡面把溫度降低 白天曬太陽它那個土地 會吸收陽光的熱 冬天裡面室內就不會太暖 所以它有這個冬暖夏涼的這個作用 跟你們考試一下這個怎麼練 I would guess yeah the way I do it from left to right 因為我們西洋文字都是由右至左 開始書學 中國開頭一定是從左邊 因為中國有這種大清隆 清隆的意思 所以說它這個對臉還有這個字的開頭 它一定是西河塔 一定是往左邊這樣 然後這兩塊石頭 歷任台灣好幾個總統來的時候 都曾經做過這兩塊石頭 當船椅子這樣 對對對 Oh wow It's the wisdom stone 這以前就是他們生活的香法 然後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這個 這個讓你們猜猜就是什麼 是放米的還是放飯的 你猜呢 放米 所以是煮好的白米飯就是其他人 他們最多人吃飯的時候有100多人 100多人然後他們有一個中央廚房 然後要開飯的時候煮飯的廚房 都會打那個大火通知 工作人要回來用餐開飯 所以以前他們100多個人吃飯的時候 盛況在台灣是很少的 所以你們慶幸沒有成為他們家的媳婦 以前要煮100多個人吃飯 哈哈哈哈 現在我們就是到這個牧場 我們這個林家的牧場 來做一個餵食水路的一個體驗 還有看我們這個台灣水路 到底是長怎麼樣 像牛一樣大 你可以進來看看 這個牧場給你 我們養殖的方式就是要折大 東路的話它就是有關係 滷路的話它主要就是一個大廣場 那個上路 過來看沒有關係 水路是在野外就是保底的 在我們人工管理圈養的方式 就是加戲類 它去北來就是說它有耳盤 我們有戲目登記 它的身分是字號 你在野外的也是比較見像 在人工養肆養管理的 它就會隨著人性比較溫和一點 對 這個就是公路 你可以為它吃看看 你可以去吃吃吃吃吃看 你能作出這個 我喜歡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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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水路的話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那個眼睛下有一個眼下線 黑黑兩點 它主要是木曆的 它最主要就是在頂戒 或是它標示地板的時候 它會蜂蜜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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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蜜 這是台灣大葉的 這個他最喜歡吃 真的 因為味道的關係還不錯 營養口感 他很喜歡吃這個 Do you want this? Musha 它會頂墊 它會頂墊 一般的話我們是 團體才有開放餵食 預約體驗餵食 個人的話我們就比較不開放 人家以前講的小鹿亂撞 那是有道理 因為它食草動物沒有膽囊 它只有膽囊 所以它很害羞 容易受精 跟棉花路不一樣 棉花路的話它比較容易馴染 台灣水路的話沒有辦法 台灣水路在生氣的時候 它會跺腳 表示它在警戒 現在正在發勤期 所以說它這個 現在是它比較最兇猛的一個時候 它在母路發勤期 它就有一個雄性那個死亡 它怕人家會 自己怎麼樣 它就會撞 它整年都有發勤的經驗 但是說最明顯就是在9月到11月 過了11月就慢慢的就沒有了 它就要開始要掌路了 它又要脫那個腳 它腳要脫那個白板就這樣 因為它硬了 它的有沒有 它現在在敲那個 它會癢的 它會癢的 它會癢就一定要敲 它又要掉腳路了 那就是很負責 繁子下一代這樣 但是一定注重的就是說 不能近親繁子 怎麼知道它的近親的人 有第幾代 我們就要登記了 今年這個公衣配哪一支 有沒有 我們就把它登記 以後我們就給它這個 配這個繁子 一定要把它隔到 最起碼要五代 沒有五代的話 你再生出來的那個粒子 給你生出來一樣不行 標準的台灣繁子就是 三間兩叉 它就是這樣上來 會一間 然後後面開兩個叉 所以說叫標準的 台灣特有種的繁子就是 三間兩叉 它一般在三年乘入以後 才會形成三間兩叉 現在我們來到這邊就是 我們這個水路糞便的回收 我們稱為一個貼精 它就是從我們的路製 基本上用水沖洗下來以後 會到我們這邊淨化石這邊 把固態跟液體做一個分離 分離開來以後 我們這邊有三個這個沉澱 第一道沉澱就是 把粗的那個路糞的末 先做一個粗布的沉澱 然後在第二層裡面再淨化 把那個圍粒更細小 然後第三個池子就是 這邊更完善的一個沉澱以後 會排放到那邊那個池子 可以做一些台灣雕的一些養殖 因為它有很多無生物 然後自然一流以後 就是會灌溉我們的這個木草 還有我們這個蔬菜 是一些有機的一些蔬菜 目前我們社區裡面 就是朝著這個更友善土地 更愛護我們的這個環境 而且這個可以有效的做一些有機肥的一個利用 可以種植一些農作 這個對我們都非常有好處 其實我們農載計畫 是從99年開始所守的 然後100年通過以後 實際上我們執行農載計畫 是101年開始 當初都是以工程美化方面為主 等我回來以後 我覺得這個需要改變 就慢慢的軟體部分 慢慢加注進去 水保局現在已經有覺得說 這個工程美化部分 是不足以補足我們鄉村的這個部分 所以說一定要以產業經濟為主 就是把地方發展的產業 把它拉拔起來以後 然後對於我們這個年輕人 也可以回鄉 然後發展他的農村經濟 那這一方面已經有慢慢有顯著的 一個回饋的象徵 主席 歡迎你來到我的農場 好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 好 這一大片都是我的農場 好大喔 所以你種了很多的 蔬菜 蔬菜 也有水果 是吧 這大片那是什麼東西 冬天要燒的菜嗎 不是 這是種斷木香菇種完之後 留下來的木頭 那我先帶你去看我的斷木香菇 好 謝謝 那這一根一根的是斷木香菇 這是前年的 前年的 對 那這個地方是去年 今年開始長的 這是去年種的 然後今年開始長的 那陸西因為我們剛剛採收完了 對 那我們找看看有沒有肉網 這香菇大概多久可以採收一次 一個月採收一次 它還是要按時澆水 是從澆在這個木頭上嗎 對 是整個就是澆灌在木頭上 欸 這邊有一個肉網之魚 我看 你可以來看看 可是它怎麼少的一點 這樣一塊 因為 因為它被蝸牛吃了 欸 因為我們這邊都 也是都不灑農藥 所以會有昆蟲來吃它 喔 可是香菇不是本來就不用灑農藥 只要水就可以嗎 你如果有其他的昆蟲來吃它的話 有的人還是會防治一下 喔 那它需要施肥嗎 它不需要施肥 喔 所以它的養分是從木頭過來的嗎 是從木頭供給給它 喔 那它 木頭它長到一年之後 就會變成我們看到的那一堆 喔 就剛下面看到那一個 像這種小的就會 一年之後就不行了 喔 沒有養分 就開始捕爛了 那我們就會把它拿去烘烤香菇 或者是 就讓它變成那個蔬菜的養分 好 你只要抓著它 然後這樣旋轉 都轉個兩圈就可以了 欸 成功 耶 好 Luffy 我們現在去菜園施肥 好 走 好 Luffy 那我們一人提袋走囉 走吧 那張大哥先示範一次給你看 這個是 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的鹿糞啊 鹿糞 會不會臭死啊 你可以聞聞看 其實它沒有味道 還有一點香香的 對啊 是土壤的味道而已耶 它已經腐化是非常好的有機土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撒在我們的 蘑柱的邊邊 植物旁邊就好嗎 對 只要用撒的不用把它給 不用 只要撒在旁邊 好 那我們今天的工作完成了 好 Luffy 那我們現在去採薑黃跟薑囉 好 走 這哪裡啊 到了 哪有 這個嗎 這不是大草花 我們眼前這個就是啊 這個嗎 也不是 那個嗎 是那個 大顆的還是小顆的 大的 大的那不是野薑草嗎 那不是野薑草 它就是我們的薑黃 是喔 現在最流行最夯的薑黃 喔 可是它怎麼長得跟薑花一樣 它是 它是同屬薑科的植物 喔 了解 好吧 那我們就去採辦 這個就是薑黃 那我們首先 先把葉子去除 你看到了嗎 這是紅色的薑肉 喔 Luffy 你要試試看嗎 好 隨便找都可以 這個嗎 對 對 江黃者會有種植物質的汙染 它有兩種原因 可能是它製造過程汙染 或者是刻意加進去 那有一種就是可能 我們的土地上 有工廠排放沸水啊 然後土地汙染了 然後我們在那裡栽動 所以那個農作物的根本 會吸收到 可那個是可以化菸出來 或者就是說一般民眾要買的話 最好是選擇有場地認真 或者是你很了解 那個農場的那個產業 那在我們社區的話 水路啊 它一直都動著好幾十萬三百萬 它如果吃到一點點農藥 它很快就 那個幾十萬三百萬就會飛了 所以大家就不使用農藥 到最後就完全不使用 所以我們這每一個農產 產出來的那些農產品 農藥污染絕對是OK的 那我們現在來採收囉 那首先我們看到我們要的薑黃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鋤頭放在它的後面 因為它要三次 三次然後把它翹起來 這樣就出現了我們要的薑黃 對 來Luffy 換你試看看 讓你體驗一下 我看到目標 有了 成功 耶 超多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土挑掉 取下我們要的薑黃 它長得跟薑好像 對 所以它可以當成薑來使用嗎 它就是做咖哩的原料 哦 那它怎麼變成薑黃粉 我們帶回去把它洗乾淨 然後再切片日曬後再烘乾 再研磨 其實它就是承襲我們本草綱密的做法 因為很多的植物它沒有辦法自動生成維生素D 必須均過日曬 日曬之後的食物會產生維生素D 這就是它的苗 那我們剛剛開手就是因為它已經到 它成熟的時候 哦 成熟它就會這樣倒下去 它就倒伏 然後就是蟹苗 我們稱為蟹苗 正常的季節是在冬之前後就會蟹苗 可是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採收的嗎 基本上薑一年四季要採收 是有點技術性的 哦 你要把你的土地控制得非常健康 我們這邊算是 這個地方算太多 這邊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蟹蚓嗎 我知道 可是太可怕了 我摸到它了 因為我的土地裡都沒有食用農藥 所以會有小生日 其實你用好的有機肥 可以讓你的土地使用年限更長 所以如果你讓你的土地疲乏的話 其實它種的濃縮就會越來越不那麼好 收成的成果會不是那麼理想 對 好Luffy那我們就收工 好 走吧 謝謝 任務達成 達成 美食劇 我們剛剛到農場裡面採了上帝的這些蔬果 我們料理的這些 這個叫金沙南瓜 我叫薑黃跟松植黑尺碼點綴 這個我把它叫做豆腐香菇 我利用了我們的豆腐香菇薑黃把它蒸 用蒸的 這一道的話是客家菜包 這個菜包一般是圓的 我們客家人是用捏成像這個圓堡型的 主要就是因為元宵節的時候 我們客家人都會做這個客家菜包 這個叫豬籠堡 還有這個是薑黃麵線梅干扣肉 這個是我們這邊的牧草筍 這鹿吃的很健康 這個很養生 還有這個香菇排骨 木香菇 這個是鹿龍雞 這就是我們在地的風味餐 我們可以享用囉 看到了 看到了 歡迎回到南部開講 1999年的9月21號 一場大地震在台灣的土地上畫下深刻的磕痕 17年過去了 過去的這些重災區 國姓鄉和九份二山 他們當地的居民生活還好嗎 接下來我們就要一起跟著在地人的腳步 重新探訪這些社區 歡迎我們貴賓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康島山這個紀念國家公園 地震後政府把這個標誌 是九份二山地震國家公園 事實上九份二山也就是在射子坑裡面 因為當時我們地震後 跟它下線都不能通行 導致許多媒體 它就掉頭 從南港國鄉那邊去 南港國鄉前面進去是九份二山 那有九份二山的標語 我們媒體就把這個名稱 把標上去刷入九份二山 那事實上呢 我們地圖上呢 我們有水平局有標呢 是坎斗山 要講這個坎斗山 地震國家公園才對 我們就到上面這個請求上面 去了解一下 這間是我大哥的房子 地震的時候呢 山脈爆發之後整個地震壓下來 導致整個脊鞋 當然有許多的部分都會裂縫這樣子 之後呢 水平局稍微補修一下 裡面用工製鐵把它固定起來 到這個地方來呢 這個鞋血你會導致很溫 好像地形地物的問題吧 有磁場的問題吧 不凡我們都可以到裡面去 嘗試一下 了解一下 這個裡面 銅板呢 都會貼著 它貼 它不會掉下來 它不會掉下來 對 真的可以耶 對 為什麼 它磁場味 就是地形裡面的磁 你看到走這裡 這樣最清楚啊 嗯 並不是做效果 對啊 因為我是站直的耶 路大哥這樣走 它其實人是彎的 但它的鞋肉差五度嘛 這樣下來 是垂直的 這樣 它的肉差就這麼多了 所以它會咬到你的眼睛 因為我們人是垂直的 但是肉差五度 我們頭就暈了 因為這座房子已經落差 這樣的落差 有四十度了 你們有感覺會暈嗎 會啊 真的會暈耶 站上來一定有 如果這樣子走 那我們會很暈 如果逆向走 會覺得比較適合 就OK 只要來個館帳才行 我們現在來自這個地方呢 是震爆點 那一棟房子原本是在後面 你看後面呢 有電線桿在旁邊這邊 因為後面是一個石山嘛 所以呢 它震爆之後呢 這個地方呢 這個就往前面擠 擠壓下去 那之前我的房子 在前面這電線桿這邊 現在被推到下面那邊去了 那我那個存活的原因 也就是說 前面有那塊石山在堵住 要不然呢 整個南港村 也整個就被埋掉了 那麼呢我們這個地方是在1999年 民國88年 在臨寸1.47分大地震 地震的這個園區呢 叫坎豆山 那麼你從中土公路 往坎豆山這個線道 剛是147線 它又剛好1.47分大地震 哇 相當粗巧啊 這樣子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形容詞 叫山藥地洞921 三分地裂147 它有歷史的典故跟它記載 地震第五十多年來呢 也可以說很大的改變 你看這些樹啦 大致上這些樹啦 就這麼大顆的草都長起來了 甚至最嚴重的就是這些石頭 已經都慢慢風化掉了 以前這個地方呢稱為石門 那我們現在站的位置呢 這個地方顯得是地鐵 久一地震之後呢 也就是我們坎豆山的山脈呢 整個滑洞呢 這個把它移到這邊過來 那麼我們現在站這個地點最高點呢 跟以前的核底的落差呢 可能有100公尺左右 所以導致呢 當時呢 石師傅的居民呢 整個被推到這下面來罹難呢 也不知道在哪個地方 這邊在我們腳下也不一定 所以呢 水保局呢 就把規劃做一個紀念碑 給所有的貴賓的行事者 可以到這邊來給拜拜 或者來了解一下 我們九二義大地震的這個罹難者 這個紀念碑這個場所呢 這木板已經差不多都掛掉了 我想制服還是要再修補一下 這個最好是用石塊比較好吧 做好一點這樣子 比較有永久的保留啦 不用經常去做一個 保護這個措施這樣子 歡迎你們來到我們的 休閒農場 你看看我們這邊 有豐富的水植物 還有一些蝦 魚 還有鹹 我們也故意的 南投縣魚池鄉 跟國姓鄉採獨特 很有的樹種叫 陶石百日青 它的果實像桃子一樣 桃子的果實當中 它是甜的 小的時候都會把它 再來當成果實再吃 它為什麼會富裕這個 我們是為了幼鳥 就是說我們這個園區 變得很自然 生態很豐富 就是要吸引很多的鳥類 來這邊觅食 還有吸引很多的昆蟲 來這邊 讓小孩子來這邊 能夠有更深入的體會 我們不敢講生態 不過我們是尋找小時候的 那種生活的一個自然 所以說我一直把這個想法 當成是我的理想 很多的小朋友來到這邊 都很喜歡玩的 就是我們的小水稻 你看 來… 對…你看 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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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一個 它的幼苗 這也是… 也是有 這個都是一個寶寶 它是幼苗 大的很多有些都是 有些被產它受傷的 所以說我一直想說 這樣小朋友在玩的時候 能夠盡量讓下一次的 遊客跟小朋友在體驗 所以說不要一直抓走的時候 就不要再破壞它 小的要把它放生 對 然後就是拿大的 對 所以說一直… 要用這種的觀念 讓小孩子去體驗跟教育 所以讓這個大自然 回歸到更自然 你看… 你看… 剛剛繞到… 這個你看… 我們有動到土 都可以看得到了 它是自然生出來的嗎 這個自然的 這個是自然它故意的 不是… 不是 因為這個險當中 它就是它會隨著那個魚的塞 它會寄生它的塞 然後它成長的時間到的時候 它會脫落 所以說有魚的地方就有險 它只要水質乾淨它都有險 這邊都是我們露營的地方 這邊就是我們晚上的時候 可以用個雲火 就晚上可以… 我們大家可以 喝喝小酒啊 跳跳舞啊 還有一些蛋糕活動 它們都會帶動唱 很快樂… 很快樂 那我們介紹了那麼多 我今天帶你們去 最好的體驗 我們來抓魚好不好 好… Let's go 走 我們要先準備這個 把魚網把它弄給它順 打法就是跟你們女孩子 穿的那個裙擺的方式是一樣的 你們在看羅拉丁文什麼 那個裙擺的是一樣的 對 所以說我們把它的網子 的裙擺把它拉好 好…我們再來尋找一些 比較有可能有魚的地方 好… 好…有沒有… 它就像一個… 我這隻丟沒有很大魚 哇…有沒有… 這對裡面好多魚喔 來… 你看喔… 有兩隻耶 不是喔… 我拉起來了喔 好…我…我起來 OK 來…預備… 起來了 哇… 有沒有… 好多喔 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要吃的就是這個 哇… 中午就是要吃這個喔 所以它變成我們食物了 M桌上這些是我們在地的風味餐 我首先來介紹這一道 是我們的… 坦葉 藥膳 這個養生蛋 然後這個是我們在地的食材 有機農業的食材 這個是我們的黃金炒飯 它所謂黃金炒飯 它是用我們在地的薑黃粉下去炒的 這都是我們這邊有機的 無毒的 歡迎大家來我們南港村做客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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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融部分是我們第一產業 那咖啡產業現在量也是我們全國第一 種植咖啡的部分也是我們國際上是排名第一的啦 除了這兩個的話 還有香蕉橄欖欖啦 還有那個琵琶 還有青梅 這一部分喔 這個都是我們的其他的附加產品 現在休閒產業的話發展了另一個露營區 我們這邊露營區有大概有五家 林葬部分大概有四百位以上 慢慢形成一個聚落 對於南港社區來講的話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點 那很多秘境 譬如說我們九個二三啊 這個有些季節性的一些導覽啊 賞梅啊賞咖啡花啦這些 這個都可以 那我們中午吃完飯了 我來介紹我們南港社區一個好朋友 一個小朋友給大家認識 好可愛喔 我們跟他揮揮手 嗨 這是我們的好朋友 他現在目前就讀於南港國小三年級 他的名字叫Yoyo小水路 他非常可愛 他的品學堅優 他讀書都是第一名的 對 Yeah 嗨 嗨嗨嗨嗨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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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嗨嗨 嗨嗨嗨嗨嗨嗨嗨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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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港社區又把它延伸出來 有很多的長品 像你看我們兩個的服裝 我們看這裡 這個小水陸,這個服裝 就是由我們的Yoyo小水陸 延伸出來的一個產品 Yoyo 讚 超愛演的 我感覺到 我真的來到台灣 我認識了真正的人 我已經學習了 什麼他們做的,什麼食物他們吃 什麼食物他們喜歡做的 什麼食物他們喜歡吃 他們要做一些楽器 他們會用了一種木材 和一種木材 然後我們切了一種木材 然後我們切了一種木材 我們吃了一種木材 我們吃了一種木材 我看到整個程度 你放了一種木材 你放了一種木材 你準備了一種木材 這個感覺是非常不同 從一種木材 因為我沒有去到餐廳 和遊客的地方 我來到台灣人來 所以我真的很享受 本社區有提兩個路線 A路線的部分就是 單單就是跑我們聚落 這個客家文化 加上我們水陸產業的一個景點 包括人物火房 然後水陸原鄉 另外一個客家童話史 羅斯紅花園 第二條路線的部分 就著重在九份二三 九份二三本身就是一個 生態教育的場域 我們是希望能夠 經由我們導覽口述 或者是老一輩口述 現場的一些災難 然後把這一些的生態 跟大自然的力量 教育給下一代 讓他們認知這個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因為我們經過九二一地震以後 就是不要一窩蜂的 趕進來我們這邊 希望已經由我們社區來這個主導 然後控制這個人潮部分 然後來分泌慢慢長時間的經營方式 然後永續發展我們的在地生態跟產業 如果有需要的遊客 也是可以跟我們國慶鄉南港村發展協會來聯繫 不管是17年前的九二一地震 或者是7年前的莫拉克風災 造成的傷害至今依然歷歷在目 不時提醒著我們土地發出的警訊 觀光與生計之間應該如何來取捨 或許我們應該更謙卑的 從土地的承載量去重新思量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會 我希望您在主題中 為我們下週而不接待 我們下週一會 我們下週一會 我來聊天 我們下週一會 我們下週日 我們下週一會